A股下周有危险吗?双修传来一条利空消息 隔夜美股再次出现大跌 会影响咱们下周A股吗? 直接说答案 下周股市大变盘来了 上证强大支撑3150点到3170点区域 将再次迎来崛起的概率大 甚至会造就九月行情再次雄起的月度大底区 所以这里只买不卖 为什么那么说呢? 认真看完这道视频都会给你答案 如果你觉得有用 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报道股评 你现在看到的是双修周平复发展走 试预盘内容 首先在分析下周A股走之前 咱们先看一下全球市场 对于这个双修来说 唯一的利空消息就在哪? 就在于美股又一次形成下跌了 到底是为什么呢? 咱们往上看一下 大家看多 昨天夜盘 因为八页非农就业数据优于预期 一度引发了市场乐观情绪 推动了股市早间的攀升 这是为什么欧洲市场形成很大的涨幅模式 但是随着市场意识到该数据 世界可能再次强化了美联储加息75个基点的理由 美股从午后开始又一次走软 甚至最终结局收出了一个大跌的范畴 可以看到 其实近期来说 美股这种下跌模式已经形成一种常态了 美联储加息事件也在侵扰着咱们整整两周时间了 在这个时刻咱们A股市场走的也不是特别景气 我相信你们又一次担心了 下周股市会不会因为这个美股下跌 再次形成一个联动呢 咱马上分享 在分析之前提醒大家一句 没有点赞和加关注的 长按点在按钮三秒钟给个鞋来赞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两段实时更新 早中晚屏提前预判 你得加个关注之后追着看 咱们继续马上说 首先大家看图 这是上证的日线图 对于美股来说 其实近期的隔夜周五都是一个下跌的 而且跌幅非常之大 那么咱们看一看 近期A股市场在每次周五夜盘形成 美股大跌之后会形成什么模式 自己看 在本周一是不是形成一个很大的涨幅 然后咱们再往前推 上周一是不是很大的涨幅 然后咱们继续往前推 上上周一是不是很大的涨幅 咱们继续接着往前推 然后上上上周一 依然是一个很大的涨幅 都是红盘 就能看出一个道理 美股如果说周五夜盘形成大跌的话 周一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任何A股影响的 所以这里也不用担心 什么事件 这种事件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了 而且你们记住了美股现在已经面临跌幅这么大的情况下 他们跌幅也不会特别多了 包括我再次提醒9月20号到21号人家才去加息 所以这个时间窗甚至说这些预期都已经名牌甚至落地了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去担心这件事情了 而且我要告诉你们 这个双修这个视频我要给你们加油打气 甚至我要告诉你们下周有大概率会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变盘出现 包括一定要注意这个位置只买不卖 到底是为什么呢 咱马上分享 大家一边跟我讲 一边去评论区写一个666 全都去 这个评论就很重要 大家都帮忙 咱们继续往下说 首先一定要注意这是我近期双修唯一一次非常坚定且确定的告诉你们 下周只买不卖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首先咱们用几个数据面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大家注意在这幅图之中 这个黄色方框始终都是我给大家看的一个近期2022年的中轴线 对不对 那么2022年的中轴线所形成的什么呀 是只要到了下方这个区域全部都可以再次形成凶起 甚至说咱们要抛开上下的这些啊 跳下去啊 甚至攻上去啊 这些模式之后 你会发现啊 2022年的一个总体零轴就是这个位置 箱体已经存在了 也就是黄金轨道 但是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意啊 在本周五A股市场形成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十字星 其实十字星大家都知道啊 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什么呀 变盘信号了 而且呢 它的成交量还非常的低迷 冰点地量建低价 近期我已经多次告知了 如果说这个区域形成如此之强大的什么呀 地量模式 那么就很快会促成一个强大底部的出现 而且呢 这个时刻你会发现啊 A股市场截止目前为止啊 已经到了什么位置了 3170点附近了 对不对 我告诉你们啊 这个箱体的底部在什么位置呀 就是在3150点到3170点区域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位置如果按照这个箱体法则来说啊 前面这个位置形成一个再次的攻击 对不对 那么现在回踩到这里了 基本上代表什么呀 又要向上攻击了 一定要注意啊 这是箱体法则 箭底向上的模式 包括十字星 冰点地量都能看出啊 下周大概率会有一个再次雄起的过程至奇 其二什么呀 其二咱们看一下周线图啊 现在周线图来说 你们自己看一看啊 我告诉你们啊 本周A国历史也依然打造了近期最强的冰点地量周 自己看一看啊 这个位置正好处于年周线的区域之下 而且你自己看一看 这个位置距离年周线有多近啊 所以就能看出啊 年周线将成为周线图较大的支撑 而年周线你们知道在哪里吗 就在3150点到3107点区域 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啊 日线级别是3150点区域到3170点区域出现一个箱体的底部啊 周线级别年周线也在这个位置 那么咱们继续看什么呀 月线级别 大家看的话啊 对于月线级别来说 你们自己看一看啊 其实截至目前为止啊 你们知道下方有一根非常强大的均线 是60月均线 这个位置知道在哪里吗 它也在3150点到3107点区域啊 一大注意啊 这个60月周线已经整整三个月啊 都是在这里再次形成反攻了 所以按照理人来说啊 这个位置依然有反攻的机遇 现在截至目前为止 月线周线 以及说啊 日线级别都能看出啊 是不是3150点到3107点区域就是一个强大支撑啊 再看一个际线图 大家看的话 这个就是际线图啊 你们自己发现没有发现 对于际线图来说 咱们也能找到3150点到3107点区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支撑 在哪里啊 在20月生命线之中 自己看啊 20月生命线在哪里啊 看一看 就在3150点到3107点区域 所以截至目前为止 你会发现啊 日线周线月线季线 全部在这里有一个共振性的支撑 就是3150点到3170点 所以对于下周来说 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说真的到了这个区间的话 甚至说现在此时此刻 只要是你们持仓的 无论多大仓位 只买不卖 听好了吗 这个区一定要注意啊 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9月份一个大底部了啊 所以这种位置 如果说你们依然还要离场的话 那是大错特错的 而且一定要注意啊 9月份我再次继续讲 国常会都已经说了 9月上旬 所有稳经济政策应出进出 消息面是不是就要出来很多利好了 然后咱们再说 现在的技术面啊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共振盘都在3105点到3107点区域 所以这个位置已经形成技术面利好了 那么对于所有国际性利空来说啊 人家都已经跌了两周了 咱们也没闲着 也是下跌的 差不多也到了一个时间窗了 再来说一下时间窗口啊 自己看一看 现在是9月初 按照所有月份的初期来说 都是一个反弹向上的过程 而且是从冰点地量变成放量的过程 所以时间窗口也够了 以及说一定要注意啊 上证日线盘口 穿越板日线盘口 现在在九转法则的低九状态 所以就能看出啊 有概率会形成一个变盘 再向上走高九状态的模式 总体来说 现在这个位置只买不卖 是非常正确的 而且切记啊 我这里不是又一次给大家打鸡血啊 因为我认为该去给大家去说这句话了 我永远不会做望风使头派 我也永远没有那种能力 每天让你们开心 我的话有可能永远是逆耳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我必须我怎么想的怎么说 我也不会因为流量而感觉到自己这么说 有可能你们高兴 甚至会夸我两句 而我去改变我自己 这里我告诉你们啊 无论是身为一个中长派的做多投资者 还是说身为一个超短派的做多投资者 现在这个位置都不允许你们再去离场了 而是在这个位置要懂得 后面九月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震荡性上上模式 无论是报复性反弹 还是说因为下跌多了之后 形成一个再次的挤浪反弹 都无所谓 有所谓的是什么呀 是咱们不允许两边挨打 而且对于下周来说 再次进行啊 要注意的是什么呀 是权重有概率先搭台 篮筹先搭台完成之后 题材再去唱戏 所以如果下周出啊 说什么证券啊 先拉升啊 这个过程不用担心 因为后面题材 甚至赛道还会慢慢的接力的 懂吗 我再次进行啊 巴豆鼓平不会那些滑重屈肿的话 也不会说那些 涨了是他的功劳 跌了还是他的功劳 这些话术啊 我想做的就是什么呀 我要告诉你们 中长线 其实这个市场都不用看 你就闭着眼的坐 后面都会赚钱 第二什么呀 超短派现在也到了3,150到3,170点去这个过程了 我希望大家认真把握下周的机遇 这里只买不卖 注意先别走 千万别忘了 长按点赞和加关注啊 这里才是我至关重要 大家都帮忙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两段时事更新 早中晚屏提前预判 你得加关注之后追着看啊 好了 就主要看新的视频吧 下段视频再见 将近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